欢迎收看八字的实战场作用 我们继续讲这个命运 被朝有雨的副总命运 到此为止 已经得到答案 这个人的业务能力很好 但需要小心他做到伤害你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官是民 你雇他 你就是他的官 谁这么多来伤害他 肯定不好 学生问 他业务能力什么时候变差 物质大运 14年甲午 物质 甲午 天干偏财可应 这大凶 甲木克五 大凶 低之子午相忠 子午相忠 主事业不稳定 荒荣诺 所以单从能力来说 今年可能明年不可 从人品来说 需要处处提防 9月份见到这个学生 他说发生了这些事情 三四月份签了合同 现在大的单子 但是后来被他撬走 自己算是白忙 真是陪了夫人幼稚兵 这月学生把这副董给炒了 急丑大运 鬼四年 9月是人虚 我们看看啊 急丑 鬼四 延虚 虚和丑是不是相形啊 虚心丑 正硬被伤 不工作出问题 所以丢工作 这里做一个延伸 虚数下诱人资料 财旺的八字呢 财旺影响到五行有财啊 官啊 疫苗 财助财升官 对员工啊 引导有利 财助财就是对员工好嘛 升官就对领导好 这类人既适合做领导 也适合做员工 财可应 因为老师疼爱自己照顾自己的人 对他们不利 所以啊 这类人的师长疼爱 人员会受到伤害 一句话就是 不能对他太好了 否则伤害的是自己 对他好 要有办法 用克制制法 比如说劝谓教育 官旺的八字 官是什么 助官生硬 对领导 对世上好 助官 当然对领导好 助身硬 对世上好 官克比爷 对同事啊 朋友不好 做他的同事朋友 同样受到伤害 但是比爷旺的五方 反正有利是吧 因为啊 因此啊 旺转关于他提琼 大家第一个是看的身柱 如果助他人是谁 另外还要看望衰啊 身柱是代表中的 对他人的态度 真正的那个提琼 跟望衰有关系 因旺的人 因旺啊 因祝印 升比捷 对市长和同事朋友好 因是市长 比捷是同事朋友 进课时商 对学生员工不好 比捷旺的八字呢 比捷是助比捷 身时商 比捷是同事朋友 时商是学生 比捷客财 对人工不好 时商旺的八字呢 时商旺 助时商生财 对学生员工好 时商客观 对领导不好 就是这个八字 中上所述啊 对于员工来说 时商旺的人 能做一个好老板 好领导 对于员工和领导来说呢 财旺的人 既能做好老板 好领导是吧 又能做个好员工 时商旺的人 对老板领导来说 不是一个好员工 比捷旺的人 对员工来说 不是一个好领导 好老板 再补充一点 时商旺 需要参加大运中间留约 否则有误差 好的 都是一种好领导的 是一种好领导的 是一种好领导的